震惊!D融号车祸累过X肺病危!罢满病!现在竟然!粉丝痛哭不已! 震惊!D融号车祸累过X肺病危!罢满病!现在竟然!粉丝痛哭不已! 震惊!D融号车祸累过X肺病危!罢满病!现在竟然!粉丝痛哭不已!震惊!D融号车祸累过X肺病危!罢满病!现在竟然!粉丝痛哭不已! 震惊!D融号车祸累过X肺病危!罢满病!现在竟然!粉丝痛哭不已!D融号第一把吉他是父亲送给他的! 歌手李融号过去对私事三肩起口,随着逐渐在歌坛站稳脚跟,进来首度透露20岁时曾遭遇一场死亡车祸,肋骨断了5、6根,其中2根更差到肺中,右腿也翻转180度,伤势惨重! 医生一度发出病危通知,之后住院一年情况好转出院,他决心赴北京闯荡,却在北漂三个月时,父亲罹患血癌病逝,痛苦经历让他对人生有了新的领悟 李融号二十岁那年,在从安徽开往南京的途中撞到大卡车,前面车头没了,我整个人钻到车下面去,肋骨断了5、6根,有两根直接插到肺里,不仅如此,右腿更是翻转180度,连嘴唇也炸开,满脸都是血液, 当下失去意识约半小时,醒来人已经在医院,身边被朋友包围,众人以为他死了全都在哭 当时李融号因为伤势过重,医院一度发出病危通知,抢救时又因为无法打麻醉,五十个小时的急救过程里,全程一世清醒接受治疗,他回忆手术过程,肺因为肋骨插入导致血气胸,医生叫我同学们把我四肢压住,拿把刀。 就从我胸前捅下去,但骨头上有层膜,不容易插进去,前前后后在身上插了七个孔才成功,医生在洞上插了管子,将气血排出这才脱离生命危险,而为了把插进肺里的骨头取出,整个人更是被劈成一半,将骨头取出后再以八十针缝合。 除了血气胸外,嘴唇因为伤到血管动脉不停喷血,只能靠电烧致血,右腿翻转了180度,为了将骨头归位更是一场大工程,得先靠医生把肌拉开,瞧回正确位之后再进行解科,之后又陆续进行几次手术,才渐渐完成治疗。 但没想到这起触目惊心的车祸及治疗,他最初心还想瞒住家人,不过一周后消息仍传到爸妈儿里,父母立刻从安徽赶到医院照顾。 住院一年后出院,李荣浩靠跑步当副健,才把肌肉萎缩得比手腕还细的右腿练回来,经历了生死一瞬间,他决定正是梦想父亲闯荡,要把妈放手让儿女去做他们想象不到的事很难, 不过即使如此李爸爸,李妈妈仍全力支持儿子的梦想,却在他被飘三个月后接到家里的电话,爸爸罹患血癌状况不乐观。 李荣浩回忆爸爸过病在床时的情景,某天病重的父亲突然神志清醒地说过了明天以后,就没有什么事再可以激到你,隔天天一亮父亲撒手人寰, 至今提起这件事他仍相当不解家人当时的做法,我想跟大家说,如果你身体有问题,你有儿女在远方的话,麻烦你第一时间告诉他,原来当初他到北京不久爸爸就病了,却因为不想影响孩子工作选择隐瞒,但对他而言,工作是什么啊,对于生死来说,工作什么都不是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